那如果我们要读某一个区块呢 我们就不用使用,不要使用这个积木 我们要使用的积木是 这一个积木 好,这一个积木 那这一个积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试算表 假设我们要读出 这一个区块 这里到这里 学生的初缺席资料 那我们要怎么设 一样我们要 工作表的名称 那我们要读的资料是什么 第2栏第1列 第2栏第1列到 第3栏的第8列 第2栏的第1列 从第2栏的第1列到第3栏的第8列 好,我们执行 执行完之后你会说 这东西在哪里 它在读出的Google 试算表资料里面 在这里 它是以Jackson 的方式 读进哪里 所以那你接下来可以做的是什么 那我们 把 空白金拉出来好了 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你把这个值说出来 外表让它说出 说出谁 这个资料的什么 这个资料第1笔的什么 这个资料第1笔的什么 这样说我们有姓名 我们空白金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说出 资料的姓名 第1笔姓名 第2笔呢 第2笔是王大头 那如果你要说出初缺席资料的话 那 就是什么 说出它的 初缺席 你也可以两个加起来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字串组合 姓名 先把初缺席 加这个 加进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王大头缺席 第1 如果你要把 读第1笔的 当然你这个笔数你可以把它设成变数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依序的读出 依序的读出我们需要的资料的字 这样就可以读某一个区块的 他们的资料把它读出完 那这有一个限制请注意 这一个积木会把第 第 刚才我们把这个第1栏 第1列 这个 这两个的词 当成 我们的栏位名称 好 好 注意一下 所以你读区块的时候你可以读这样一个区块 但是 就是 前 三 就是第1列 他把它当作成 南卫名称 方便 老师在后面拿资料的时候 他好做一个判断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